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担心孩子没有足够对日常生活能力面对未来吗? 忙狗狗是我们团队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 内容包含了教小朋友怎么过马路 怎么预防在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 另外还有建立身体界限 认识挫折的情绪 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等的生活观念 另外也还有深受家长好评 让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寻宝游戏本 在台湾首席的场景当中观察细节 练习孩子长时间的专注能力 培养自主阅读 好的内容才能让孩子深刻的学习 累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素养 13本全套组有现省2000元的超划算优惠 如果再输入资讯栏当中的专属折扣码Podcast77 还能够再打9折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到忙狗狗官网去看看吧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但我的书在中国出的时候确实有被删 关于我的书 我有碰到一些跟共产党 甚至有一篇就是蛮明确的在嘲笑毛泽东 就说拿毛泽东开玩笑 我就当时我就给他看这篇说 你确定吗 就是有这篇 你有看过这篇吧 然后他说可以 他说可以 吹了几次过 他们再把那个书的 最后的那个PDF给我们看 然后就果然被删了 哈啰大家好,我是志祺 那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枪着我朋友》 那今天的这个形式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呢,这个企划杨阳 在我们的萤幕外面也有加入我们 他会跟我们一起来访问我们今天的来宾 没错,哈啰大家好 虽然我在镜头外 但我今天会时不时的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枪着我朋友》呢 是我跟杨阳很熟悉的一位小说家 他也是这个香港、马来西亚 还有台湾都夺得过文学奖 也被称作是文... 他被称作是这个马华文学超新星 这个人呢,就是小说家邓关杰 AKA我们志祺七七的超想计划 脚本渣男邓关杰 太长了吧 嗨大家好,我是关杰 就是我在主要的身份有两个吧 一个就是在这边当志祺七七的计划 然后但我以前以前的工作其实是跟比较像是自由的文字结案 然后主要在做可能写一些写小说啦 但写小说不能不能真的当饭吃 所以会接一些什么访谈啊 影评啊、书评啊、评论啊 就足如此类的对案子这样 但我知道你之前有在文讯当过也是编辑吗 那个经历是这样 就是我本来是念中文系 然后中文所出身 就是纯学出身这样 那我以前是想要当走学术路线啦 想要当学者 但后来一些原因 就是这边不是很方便讲的原因 然后我就想说我出来工作看看好了 所以就到杂志社 也是一个文学杂志社去上班 然后也是当编辑的工作 然后做一阵子过后再跑来这里这样 诶,所以那个小说写完出版是在杂志社的时候 还是在研究所的时候出版 因为我其实在大学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在写小说 然后大概 但中间就是写了就丢 写了就丢 然后大概到我来这边上班的第一年 把过去的东西收一收 然后集结成第一本作品 就是这个废墟的故事这本小说 所以废墟的故事是一个很多 然后把它收集在一起的 又像是集结的那种概念 还是它就一个完整的故事 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 但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希望 我希望它是一个专辑的概念 就是它每一首歌当然是独立的 但它们之间会有一些相通或是同样的母题 会一直出现这样的概念 了解 那这个小说在哪边地方有出版 它的销售成绩如何 这个小说在哪里出版 就是主要前其实是台湾 就是在台湾的双喜出版社 在读书共和国底下的一个出版社 然后但后来也有卖到中国的版权 就是简体版权 对但销量好不好嘛 就是编辑抱歉 应该不是很好 我有预期啦 就是老实说一开始出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写的东西 我们比较算春味觉类嘛 就是它的销量本来就不会到太好 那因为你的书 除了在台湾出版 又在中国出版嘛 那你在志祺七七这个频道工作的经验 有可能会成为阻碍吗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还不知道志祺七七啦 知道啦 有吗 我们有到这么提到这名字 他们会知道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人知道 因为中国还是有很多人会出来看嘛 那还是会知道 我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大家就是气化关节跟这个我的关节 实际上没有办法连起来 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公开出柜的现场 我会很少在外面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然后但我的书在中国出的时候 确实有被删 然后那个经验我觉得蛮奇妙的 就是中国编辑对不起 我要讲出来 就他们一开始找我嘛 然后我已经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的书 我有碰到一些跟共产党 跟马来西亚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 有些关系啦 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有甚至有一篇 就是蛮明确的在嘲笑毛泽东 就说拿毛泽东开玩笑 我就当时我就给他看这篇说 你确定吗 就是有这篇 你有看过这篇吧 他说可以 他说可以 好那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多一个曝光的管道 我也没有很在乎说 他们给的钱其实也不多 这个题外的话 他们那边的出版市场 已经厮杀到一个极度惨烈的状况了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好那你既然说可以 那就给你嘛 然后因为我是透过台湾这边的编辑 再把版权再签给他们 然后就是一直到书快出了 就编辑就问我说 那台湾这边的编辑就问我说 那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说你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 就是书已经快出了 他就跑去追问对方说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看 最后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就提醒我说 他们常常会在最后阶段 在动 对 然后最后吹了几次过 他们再把那个书的 最后的那个PDF给我们看 然后就果然被删了 就是就把 就是没有整篇不见 我觉得他们最神奇的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有把整篇不见 他就把中间那个段落 非常粗暴的抽走了 然后我想说最好是看得懂 你最好是把这整段抽掉之后 你看得懂我在干嘛 对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小小的地方 他们很敏感 但在中国读得多的人应该可以看到这边就知道 这边不见了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 我那个编辑 我都在中国编辑 有时候他们可能也蛮无能为力的 因为据我所知 就是他们要送 出版的限制很大 对 而且就是他们送神 就是你每次可能就送更高的层级 你前面说可以 然后到后面那个层级 他突然间不高兴说 我就不要 这段就要拿掉 不然你不要出啊 那你怎么办 所有的成本都已经划下去了 你不要做吗 我有些做游戏的他们更酷 因为游戏那边也被管制的很严格 他们是拿去送神是一套 然后实际上架是另外一套 这就是他们默许的 真的喔 对对对 可是他们不是那个版号会 对对对 他就是长类似这样 反正我就是送神的是一个 然后实际卖的是一个 那到时候被抓再说 真的 好可怕 对对对 有这种路线 很疯 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然后但还好没有很在乎啊 那边就是钱也不多 看的人想必也不多就还好 有一点蛮好奇的就是 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嘛 对不对 那当初怎么没有想过 想说要在马来西亚出版 我觉得那个要跟两个地方的 他当然有两种原因嘛 一个就是我就来到台湾了嘛 就是我就在台湾出版 然后我的可能在文学圈吗 的朋友们也大多数都在台湾 然后二来是市场的关系啦 就是马来西亚的出版市场 其实虽然大家每天都在骂说 台湾的出版市场 就是美矿玉下 然后出版寒冬什么的 但马来西亚的状况是更严峻的 就是读者更少 然后台湾能够撑住的 除了市场本身有之外 国家也是一个蛮重的力量 就是文化部文化局 每年都会有一些钱 下来去补助 对 但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东西是 对用华文写作人来说 这东西是完全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介绍 你是马华文学超新星嘛 而且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讲而已 网路上都这样介绍的 不是 我要澄清 我要澄清 就是我以前拿过一个奖 那个奖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中二的 他的名字有点中二 他就叫文学超新星 小说文学超新星之类的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才叫超新星 也不只这样 你也没有否认 好 等一下 这个会害我背吗 为什么 为什么要害我背吗 所以我看就是马华 马华作家 就是一些大的前辈 其实也都还蛮赞赏 你这篇作品的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状况可能是 实际上在 他整个有点中 没有 我在思考到怎么去解释 那个整个脉络 好 就是可能跟马华文学 在这个体制 他本来就很薄弱 我觉得好像需要先解释一下 整个那个 前因后果 对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 就是 因为我其实有看到有提说 就是大家身边应该都会遇到很多 在台湾很容易遇到马来西亚人 然后不管是什么歌手 还是你上课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马来西亚的侨胜 那这个东西 他其实跟一些冷战的因素有关 就是在过去 国民党政府 就是为了怕这些学生都跑去中国 他们就说 不然你们来台湾 对来读书 对来这边比较好 然后加上马来西亚当地 当然有一些对 用华裔不太公平的政策 所以会把他们推出来 就是一推一拉之下 就非常多的 马来西亚华人会来到台湾 然后他们在台湾 这段时间内 其实各行各月都蛮多马来西亚人的 最近有一本书 其实专门在讲这件事情 叫北漂台湾 就是一个朋友写的还蛮不错的书 明很难讲什么保险 什么金融出版 然后演艺圈 其实很多马来西亚人 你可能不知道 他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在这个脉络底下 在文学圈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会有一个 我们会叫在台马化文学 他非常微妙 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很多 华人来到这边 大家形成的族群 可能比马来西亚本地还要打 人数上可能不一定 但是我相信在达成的一些成就 跟做到达成的一些事情上 他可能比马来西亚 那边能够做的事情更多 然后那我是在这个脉络之下 来到这里的 虽然我自己当时候不知道 然后很微妙的是 就是这个社群 你说他真的很大吗 其实也还好 然后这几年 比较年轻的 然后在写小说的 可能就只有我跟几个朋友 就是剩下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那个整个脉络是这样 那感觉起来 好像中间有一点点断层吗 就是之前很知名的作家可能是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蛮知名了 可是到现在可能我们知道的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好像比较少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一来是整个出版的市场就是在衰退 就是大家你会认识的人本来就会越来越少 然后二来是当这个整个大的环境开始变不好之后 愿意投入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我刚刚想到的好像也是比较后者就因为有才的人还是会逐这个衰草而居嘛 他们就往前去找 那如果这个地方他撞不到钱的时候 其实最有才的人不会留在这个地方 那可能这个碰撞少的时候产生那些火花 或者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作品就会跟着变少很多 可是我觉得虽然你说自己不算是一个小说家 但我觉得对于一些一般的观众来说 你应该算是他们可以投射觉得是小说家的第一步 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我有在写小说但当然未来你当然会希望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小说家嘛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有点层级上的差异嘛 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要经历哪些阶段 其实我觉得当然我只能讲我个人的经验 那在台湾那个路径我看起来是蛮明显的 就是实际上大部分人的路径都是你在国中高中 你就开始写一些小东西嘛 然后你写了你就开始投稿嘛投稿通常就是拿文学奖 拿文学奖其实就是某个入场券就虽然在近年大家都都在骂说就是文学奖就一堆奖棍 就是有些人会大量复制一样的套路 然后就他们就知道文学奖喜欢什么就去打这个东西 泥匡那时候还在写小说 大量都差不多就是那样 然后现在有类似吧 就是大家知道文学奖评审都喜欢看这个 就喜欢看 我们等一下再思考要把它剪掉 可能喜欢看一些弱势族群啊 然后喜欢看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爷爷奶奶怎么样 其实跟点考作文有点像的感觉 然后你要反正在那个他大量看文章的之下 你要创造出心意的方法可能就是那几种 对然后那后来就没有我觉得有时候跟评审制度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文学奖的说你很难说哪个东西是 他没有那么明确嘛 这个东西100分 这个东西90分 那大家都是可能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我们一起讨论说你觉得哪个第一名哪个第二名 可是那种状况之下通常会得奖的就是一个 大家都觉得可接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 在很多的大奖里面会得到最后的那一个奖的 有的时候我去听这些评论团团他们跑 这真的不是一定是最好的 而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那个供应数 或者是就是就是那个样子 对然后你常见一下你就会变成说 那个东西就会越来越 它会形成一个大家共识之下 越来越稳固的那个东西 那就有一些所谓的奖棍 就会专门去专门写这种东西 但虽然是这样讲的 但其实文学奖在以台湾来说 它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入门券 就是让这个文涵 所谓文涵的人知道你是谁这样 然后你有了这个入门券之后 入场券之后 通常就会有一些可能出版社 一些活动 他们会来找你说帮忙接一些文字方面的案子 然后接一接 然后你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作品 跟老大门有些认识 这还是有关系 对对那后来就是出书嘛 对你有办法出了第一本书 然后就可能会有人去找你当文学奖评审啊 去演讲啊 去接案啊 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人比较常做的 可能就是拿补助吧 因为你听我刚刚这样讲 就知道其实很少人真的可以靠卖书活下去 就是在台湾的纯文学啦 当然其他领域可能会有 但以纯文学来讲非常少 据我所知 我不认识有纯文学作者 是完全只靠协作就能够活下去 那大部分人就是要靠接演讲 接文学讲 然后接拿政府的补助之类的才有办法做 我这边突然很好奇一个事情是 纯文学这个类别是包含哪些 哪样子是纯文学 哪样子不是 很好的问题 通常啦 就这个也是一个很引战的问题 但通常我们会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纯文学 然后另外一个叫 我喜欢叫类型小说 就类型文学 就是类型文学 它就是很明确的嘛 就大家一般会看的 你很好分类 它是言情 它是科幻 它是什么 然后这个不只是它的主题上是类型 而是它 实际上它会依循某种套路嘛 就是一开始是一个被受欺负的男主角 然后怎么样 遇到很多难关 一步一步变得越来强大 诸如此类的 就每个类型它有自己的套路 那纯文学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去 有点像去打破这些套路 有点rock的感觉 好像可以这样想 对对对 然后去 可能去思考一些更复杂 那除了去讲一个好看的故事之外 那我们还可以用文学多做什么 有点像 听起来是有点悬 但实际上是这样的东西 但我也要强调说 它的那个界限其实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壁垒分明 所以它是一个光谱的概念 对对对 它有点像是光谱的概念 那我很好奇 因为其实老实说在台湾人的阅读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很熟悉的小说还是国外的作品 那国外的作品的纯文学跟这个大众文学的分类 想要就是问一下你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可能 比如说都可能会看过群啊 然后是最风筝的孩子等等 那那也就算是类型小说吗 我觉得不太能够讲 我觉得可能不太算 应该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光谱真的很难找到 你就是类型 你就是什么 举个例子好了 台湾这几年其实蛮多年轻的小说家 正在尝试做这件事情 就是尝试把情小说跟所谓的纯文学混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例子 我自己也蛮喜欢 它叫萧香神 然后它是 他们有在办了什么台北艺文地方工作室 他们在做一个跟妖怪有关的计划 台湾妖怪嘛 对对对 它那个很有趣的点就是 它在做的事情是 我可能会讲错 但是它是类似在讲说 当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你统治 你不能只统治大家的那个肉体嘛 你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去统治他们当地的 文化跟心灵 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从日本引进非常强大的妖怪 然后用日本的妖怪来阻挡 或是镇压台湾的其他的租神之类的 但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清晓 它的整个套路也非常清晓说 但它在思考的其实是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所以它可能会去思考一些跟哲学有关的问题 去反思一些跟殖民统治 跟身份认同有关的东西 但那个系列真的都非常精彩 我想要讲的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去区分说 这个是类型 这个是纯文学 但因为我在读你的小说的时候就有明确感受到 这个故事很好看 可是确实跟我看的一些大众小说好像长得不一样 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会一直故意去把结构破坏掉 就是老说写小说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有起承转合 它就是一个小说 他这样讲让人觉得 很简单吗 真的很简单吗 我要讲的是对 只要有起承转合就是一个小说嘛 但我可能会想要多玩的事情是 那我能不能有一个故事就只有起承 它没有转合 它就结束了 或是诸如此类的 像我有边写的小说我叫故事总要开始 就是我一直在骗你说我要开始讲一个故事 我要跟你讲志祺的一个故事 可是我讲一讲我开始插题就讲志祺儿子的故事 讲一讲我插题他就讲志祺儿子的狗狗的故事 然后但你最后看完之后你好像也知道志祺 但你从来没有讲志祺的 对 就是它就是一个只有开头没有结束的小说 那这是一种可能的玩法之类的 你平常都听什么音乐啊 我平常都听什么音乐吗 对 因为这种东西跟音乐很有关系啊 会啦 这音乐会反映很多事情啊 对啊 对啊 我平常嘛 台湾我最近比较常听Early Alternative 就是早期的早期摇滚嘛 懂 因为刚刚这个就是这种破坏 然后想要弄一下东西绕一下东西 就是很Rock的本质啊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就是为什么的这个体温就在这边嘛 对对对对 其实有点有点相近 所以我的那个小说一开始也是想要用 我编辑也很爱听音乐 所以我们当时确实有点想要用专辑的概念去把它呈现出来 那所以你是从小时候你就想过你想要当小说家了吗 从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算蛮早 但我因为我的经历是我小时候其实是念鼻祖的 然后然后我的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很小的一个小镇 然后那个小镇是非常的对我来说很封闭了 就是很封闭你生活中没有什么乐趣 就是我不会饿死 但你生活上大家不会有多余的力气去做工作以外的享乐之类的 那听起来像自欺欺欺欺 没有 你还是来到了绕了一圈 还好啦这边还算比较有趣啊求生欲坚强 那就是后来就我觉得开始会 当时我们那个镇上就出现一个 我们当时连电影院都没有 就电影院啊什么书店啊 书店我只要我爸 他求我爸开车可能半个小时以外的另外一个镇才有办法去看书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是有个政党 他在我们那边做社区经营 他就开了一个很小的图书馆 然后那个图书馆就虽然很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小 但当时我对我来说就真的是新天地 就是就是 你们有很多书可以看 就是原来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大 就是我以前我看到的东西就只有我的那个镇 然后我现在突然间看到说就是外面有这么多原来很有趣的事情 那时候大概是你几岁啊 国中吧 国中的时候 图书馆变成你的一个幻想世界 接触外界的一个馆当 刚刚这个想象让我想到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电视 看到电视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我家 我觉得也不是我爸妈故意的 但我爸妈就是可能工作太忙了或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反正从美国回来嘛 所以他们就把美国电视台回来 那个电视就当时比较旧 所以我记得那个电视只有24台 然后24台里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调动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那个电视台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卡通相关的频道 我记得我家的后面 大概可能是例如说18台以后全部都是股票台 然后我小时候只是觉得 为什么最后有这么多股票 我还不知道 然后有一天我在那边乱玩那个电视 然后突然按到那个中都卡通台 还是Car Network 跑出了变形金刚 然后我真的是 我跟我哥两个这样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世界出现的色彩 对 你们家是没有电视的吗 就是没有在看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无聊啊 所以我就不会去看 然后后来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其他人都在看什么 所以我到了好像 忘记小学比较大了之后 我才第一次 因为朋友们都在讲宝可梦啊 福音战士什么东西 我说这到底是什么 我才第一次知道的这个东西 哇 这个第一次对你们来说都很重要 就是你的第一次让你开始有想要往文字写作为路线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说啊 然后一来也是就是可以讲吗 就是对了我小时候的家庭生活可能没有到很好 然后他就是一个逃离的出口吧 文字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很坚持就是跟我家里说 我就要念中文系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我当时候的成绩应该算是离祖来说还是蛮好的 然后在马来西亚本来是应该考三类干嘛干嘛的 然后我就跟我家说不要 我要念中文系 而且我不要在马来西亚念 我就要去台湾 那时候怎么这么坚持要来台湾 后悔了吗 可以问有没有后悔的点的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后悔不走离祖 第二个有没有后悔来台湾 对 我觉得嘛 有啊 两个都是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最后悔 后悔到长子都绿了的阶段是我刚毕业 然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就是刚各个工作都都很难找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后悔 但我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如果当初不来台湾或是不念中文系 我现在应该也会再跑回去再念词 就是他就是一个 你的追寻这样子 对我总要经历这件事情 人生的动力 那另外的后悔呢 另外的后悔啊 什么意思 你刚刚不是说有很多个后悔 对来台湾后悔啊 来台湾吗 来台湾可能有吧 可能有 就是当时候 不但在马来西亚也有其他的选项 OK 但因为我当时候非常坚决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要来台湾 我就要 为什么是台湾 我觉得对 我觉得后来 我在事后回想 觉得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偶然并且众恶的 就是没有经过甚至熟虑 我当时候会想要来台湾 是因为那是我唯一知道可以念中文的地方 因为我的表姐 她在 在台大中文念书 然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 可以来 并且我家是有办法 我几乎没有让我家出钱 就是我当时候就是靠自己 跟拿一些奖学金 就是跑过来 就是我有办法搞到 就是对 可以不用家庭支持就做到事情 对对对 所以当时候就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们 她有很大的 很多的历史背景 就是错终 错终复杂的原因 就是让我不小心走上了这条路 对 但这其中也有后悔 为什么 就是一来是 当然是 我觉得生活上 确实 跟我可能 其他同学比起来 确实可能会 相对没那么好 然后 二来 好啦 你这样真的拷问我的话 我好像也说 我没有到 没有到那么那么那么后悔 我感受到了关节 就是前见的那个热情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啦 对啊 就是我有想过说 嗯好啦 我今天不做 以后还是会回来再做这件事的 他干脆就是照点把它做一做 我其实觉得 趁着恢复力还好 现在做一做 就是要先赚钱还是先追逐梦想 我觉得那个就是 优先次需要这么去考量的点 嗯 那志祺那时候 就电视对你的那个第一次 也是成就你现在非常重要的元素 是啊 那个时候就 哇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 然后 我就第一次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西 好像还是有一阵魔法 然后它会流着 就是 我现在真的还记得 我小时候 那个可能真的是我两三岁 然后我看到的变形金刚的第一个画面 我都还记得 就是 他就是那个柯博文 然后那台卡车 然后在那个 我记得是像沙漠一样 还是岩石一样的地形在那边跑 然后它变形 就我还记得这个画面 然后我还记得 我看了宝可梦第一集是火爆猴 嗯 对对对 就是 就都记得 我就觉得 嗯 那你后来想要做设计这件事 哦这个真的是完全的意外 哈哈哈哈 我 我觉得我跟你有点接近 就那个时候只是因为我的好朋友 他很会做设计 然后我们一起在吉他社 所以呢 我们就在那边画 那他就开始做梅宣 然后我想说 我这个方面好像也没有太差 我就跟他帮忙做 嗯 然后就做做做 你就想要跟好朋友相处 所以你就做了 然后去当梅宣 然后你把它做还不错 后来我就觉得说 哎我好像做这个 比较有点成就感 我就想说 那我要去读设计相关的可惜 哦 对 完全没有想 我就觉得那我要去读个设计相关 然后就知道 哎我记得成大 设计相关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家族 还是很读书的家族 大部分 全部都在台大这样子 所以我就只能够找一个 哦听起来好像 跟设计 对对可以的 然后他们是能够接受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就好去读设计 然后考的不太好 所以就跑到都市计划 没有什么设计 但是这也是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 呃不能说好处 就是在 我的设计发展有重要的位置 因为那边的人 没有那么多人 那么会做设计 嗯 会做设计的都到了 可能例如说建筑系 或者是都到了 呃工业设计系 嗯 所以你在那边 你就变得好像是 蛮会做设计的人 然后你也要继续 呃当吉他社 然后你过去当过美宣 现在又继续当美宣 所以你就在那个 四年里面 就一直在练习 做设计 然后在当兵的时候 帮 莫名其妙去帮营队做设计 然后做一做 呃你这个还不错 呃国军家有这样子的海报 哦 然后就觉得 呃做设计好像可以活 那你后悔吗 我后悔 换你了 用你的魔法对付你 我觉得以设计来说 小后悔 也是小后悔 我还是喜欢这东西 但是我 我不会觉得说 我应该把这当然是一个职业 他的 天文法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一直会想办法帮我们 例如说公司 其实有很多设计部门的后办嘛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帮他们找到新的出路 因为我就会觉得 我们很快就做到了 台湾设计圈的满前面的位置 那再下去要到哪里 我觉得现在有点想不太到 但是你不成长 你就会被实在重走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那我们到底这些 大家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这样子 那所以你现在有半放弃设计吗 我没有半放弃设计 但是我把设计作为一个事业的话 我会觉得我 如果我现在以我现在看到的知识 然后我还告诉所有的人说 做设计最赞 我们一起去往下做 我觉得这不太负责任 对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设计的限制真的蛮辛苦 我们要想办法赶快转 不然有天就是会被取代掉 我们要赶快逃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情境 好像也蛮适合回来讲关节的状况 就是你刚刚说 你对于文学 可能是有一个动力想要追求他吗 可是你现在变成自己的编辑 我觉得其实跟有点echo 自其刚刚讲的 就是你看的可能比较大 你是一个产业 但对我来说 我个人的状态也有点像 对小后悔 但你说我真的有非常后悔吗 说这个东西我再也不要碰了吗 好像也没有 但我觉得我只是更诚实的面对说 我不可能只靠这个就吃饭 这是说难听一点 就是我继续待在那个产业 我真的会做得更辛苦 有一定会不爱他了 对 然后我的所谓的文学成就 就是真的会更好吗 做得更大吗 我也不确定 但我就等于是我清楚我要选择的是 我需要出来工作 或是找到其他谋生的方式 然后我再回去支持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这让我想到 就是设计有个 我忘记是德国人吗 还反而有个人提出一个理论 叫设计解体 最基础的第一节就是设计作为你的服务 所以就把设计来 例如说就是做设计这是你的工作 但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是 设计作为你的思考的一部分 或是作为你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 我看待设计比较是像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们要好好把自己机器的各式各样 不管是我们的背景啊 或者是画面的都要把它弄好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 或我们相信的事情 然后以及我们在规划这流程的时候 会觉得我们很认真的在想说 每一步要怎么做 或者是大家每次思考的时候 都有设计的里面 那他们不一定要把设计 作为我们主要的产品跟服务 不然的话就是大家会很辛苦 那这个就不用玩下去了 那对于关节来说 文学有变成你的一个基石吗 就是我定义我自己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我常常就会觉得 这可能志祺七七的价值观有点像 就是我常常都很习惯用两面去想事情 然后我常常觉得说 我把它当成是基石 但这个东西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客观存在的东西 它可能终于一定要变的 然后就常说就像当初为什么会走向文学这条路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是 你没有经过甚至熟虑 你说偶然 然后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 是就刚刚讲哈利波特 就是我很喜欢用的例子是 就是你借了那个哈利波特去挑魔杖的那个情节 就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有时候你不知道是对于一个少年魔法师来说 你不知道是魔杖在挑选他 还是他在挑选魔杖 就是就是有点像那个情境 就是到底是 这是我主观主动去选择的吗 还是他选择了我 这两个东西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关节看起来 沉稳的外表还是有点中二的 这真的是太中二了 我都不敢讲 我觉得你去看他的小说的话 会感受得出来他很特别的风格 就是他有说过他写作风格是魔幻写实 然后我刚刚有一个 这个最适合在中国 你后悔是没有去中国读书对不对 你可以写出更棒的魔幻写实 他们那个就叫写实了没有魔幻 魔幻现实 我这个真的很 我跟你讲 我的这个到时候帮我逼掉一点关键字 我的XX他在上海XX当教授 他原本一百多公斤 他瘦到60 在这一次八个月内 就是因为封城 就因为吃什么都有困难 他八个月瘦了四十几公斤 干真的超可怕 没有六个月瘦了四十几公斤 因为超可怕 我看到他我想说你谁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两个人就好久没有见面 然后一起看就你谁啊 一个人有动到 然后另外一个人你有动吧 超好笑 超好笑 这个蛮赞的 他就说真的很魔幻 他说你没有想过人生会经历这种事情 魔幻写实 真实发生在 中国 但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就是以中国小说家来说 他们的点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写 所以就用魔幻写实的手法来写也不行 不行吧 以下言论可能会得罪 让人不高兴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是 就是中国 当然还是有很强的小说家 就是还是会 会蹦出几个很强的 但很多时候我看我会觉得很无聊 就很无聊的点 我自己的推测 就是我会觉得也是因为 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能写 就是很多有趣的东西 都被他先把那条路封起来了 然后你也不敢写 你也不能写 那你要怎么办 因为在你的视野里面 你已经看到他这样的东西 他可以做什么路 就他不选的那个路 对他不敢做 然后就会做一些 就是像我前面刚刚讲的 就是很多时候纯文学 就是在不停的把东西打破 然后你这个不给打破 那个不给打破 你就问人家打破了 就是这条了吗 还能怎么样呢 所以你看到都是 打破同一条路变得很无聊 对很无聊 对 大家还是很 就是偶尔还是有 就是蹦出几个很强的 了解 那你这样子写写小说 然后你前面做文字工作者 后来跑来自己其实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有什么巨大的改变吗 因为我们的脚本 应该跟文学创作是 有一个距离的 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改变是 我觉得是写作的对象不一样 OK 就是因为像我们在写脚本 就是如果观众们有 我们以前也聊过很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非常在乎观众 想要知道什么 什么才是观众需要的 然后我们的写作对象 很多时候是瞄准观众的需求 但以我以前的创作 或是以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是有个很有趣的话 就是你只要对得起两个东西 头上的信心跟心中的道德 就是你只要那个东西 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为什么是头上的信心 就是上帝吧 比较帅 对 不是我的话 就是他不是我的话 我觉得都含有点中恶的 我觉得要有啦 我觉得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或者是你想把你的幻想拉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中恶的表现 可能吧 需要有一点点啦 要有一点点啦 有点危险是不是 就是对有时候会比较 想事情可能会稍微有点抽象 但当时候你就不需要顾虑别人太多 就是我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全内人看得懂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基本上就够了 刚刚那个解释对不起 刚刚那个解释跟设计还有 有些人对设计跟艺术的区别很像 有些人说艺术就是对于自己 设计你是要服务你的目标 对其实是 我觉得其实是 很接近 那我对于这种追求艺术或追求文学的人 我都有一个很好奇的点 就是你们说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好 那你如何去判别你心中那一个对得起 跟我觉得这个好 你们怎么判断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问的蛮好的 我觉得其实你 当当我说对得起自己的时候 实际上你也不是随便在乱写 就是你很难翻 有时候你很难分辨的时候 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跟很烂的作品 这东西倒是超好还是超烂 外行人可能很难分辨 但如果你愿意在这个行内用心的话 你其实是知道每个作品在跟谁对话的 就是你在对话对象 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传统 不管是艺术还是文学 它其实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传统 然后一个好的读者 不是说好的读者 一个专业的读者 实际上你在看的时候 我会知道这个人他想跟谁对话 然后他也没有超越他 他们的用很重要的比喻是 他们互相怎么样对照怎么拆照 那是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刚刚你说看了很多的时候 我就突然真的联想到 我自己看很多动画漫画的行动 我觉得我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你做这个样子 一般人真的 你没有在管你要给谁看 我知道你在干嘛 但是你没有在跟这些人讲话 然后你再跟的是 你过去的常看你的人 然后在讲某一件事情 然后我知道他对比的是什么 然后后来就看榜然的时候 发现说 靠来他真的是这样讲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真的蛮懂这个作者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他太多事情了 我觉得很多电影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 有说是这样一件 不是不是不是 他在 巴比伦 对巴比伦 那个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面 他就是他没有要管大众 他在书写他心中的那个好莱坞 跟了解电影的人 他要做哪些事情 有时候就是用我们的术语 就是TA不一样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 广义的艺术 它很好玩的一点 就是在于 你到 你真的去做 跟你在外面观望 观望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你真的去做的时候 你进在那个里面的时候 像你之前你刚刚讲那个 我有时候也可以感受得到 我甚至可以看得到 那个人在某个地方 他没力了 他做不好了 就是 我知道你要干嘛 我知道你想干嘛 但你做不好 我也知道你做不好 就是诸如此类的 然后什么地方 他觉得很骄傲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那个东西 有时候我看一些漫画的时候 会跟别人这样讲 他这个地方他卡住了 他这个地方他为了什么东西 他最后放弃了 不然他这个地方 他应该要多话三话 然后别人会觉得说 你在那边讲杀小 就是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你就是没有看太多 他的东西 对 就这个地方 他跌了一跤 然后他无能为力 他现在就无能为力 对啊 不然你们真的在那个时候 跟那个作者在对话 真的会有 就如果你有在创作的话 你下一步你就会开始在想说 那我要怎么打败他 就是我要怎么样从 从这个地方再把它捡起来 我觉得漫画如果 他也是用广义延伸的文学作品好了 他 他 有的时候会给我那种 剧场的张力 就是你会好像 这个人在上面 他有一些能量的投射 然后你是可以在 这个不是在同时间上面产生一些共鸣感的 你会知道说 他尽力了 可恶 好可惜 这样子 那志祺你会看小说吗 小说也还是有在看 我现在还是有看一些轻小说为主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时间没有办法看那么大量的 例如说你说以前的群 就是一四六二两大很厚一本 然后或者是要很认真思考的 你说像三体好 三体你没有认真 就把它好好的就研究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体会不到那个精髓 那我就有点抗拒去做这件事情 就很累成本很高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看小说 我以前是不能说以前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会看小说的人 可是我在接触文学小说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原来我完全不懂小说 原因是大众在看小说 我们认知里面会是它是一个很长篇的故事 可是很多被归类在文学小说的里面 它就是一个小说集 其实里面是很多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也不能说不懂小说啦 就是小说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东西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 我也不觉得所谓的 你说的大众小说就不是小说 当然也是小说 就是小说的功能有很多 但因为我初次在看文学小说的时候 我有被吓到说 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可能文学小说 我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清不清楚 就大众小说可能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好 但可能文学小说 有一些文学小说它不在乎 就是讲故事并不是它真正要达成的事情 那你的小说你想要达成什么 哇 怎么讲吧 你都出了一个专辑了 你也想像你在唱片这边 就讲完弹完一首歌 中间 对中间大家在那边期待 拿着那个手电筒那边照 然后你就要讲讲话 说 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在处理的是认同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很复杂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有非常多元的认同 就是关于你记到是谁 然后你做一个马来西亚人 或是你做一个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 就诸如此类的 他很多时候一直在思考这问题 但我在思考这问题的时候 我给的答案并不是是或不是 我是A或B 然后我觉得文学有时候可以给你这个语欲 对我说文学或是艺术 它就是一种暧昧 它的重点在于暧昧 就是你把东西定义清楚 那就是一个定义 那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艺术 你可以处在中间这样子 对你可以是 你可以两个都是 难怪就脚本渣男 暧昧 享受暧昧的关节 对 享受暧昧的关节 你要我写胶本就写胶本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 艺术迷人的地方没有错 就是他在不同的人的地方 他会产生不一样的样子 然后跟不一样的解读 然后这件事情 让你说作者的意思也好 但是他就是他有趣的地方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就是可能有时候 跟我们现在写胶本真的有点像 某程度来说 就是自己其实在追求的某种价值 就是我们不跟你说 这个是好的 请罗友告诉我们吧 就是我们不喜欢 我们就是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个人而言 我也不喜欢这件事 我不喜欢说 你一定 你不是中共同路人 就是绿影车衣 你是只能是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我从小到来 就是一直被 被各种这种定义 就是你要么 你只要讲中文 你就是不爱马来西亚 就诸如此类的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是这样 在文学里面 他可能有这个空间 让你可以既是中共同路人 也试语 对啊 或是有些东西 像暴力 就是一定是坏的嘛 色情一定是坏的嘛 那爱家就是好的嘛 就是诸如此类的 这种很多可以 用文学去碰撞的东西 哇 在文学中还是展现出了 关节的叛逆 你进来团队之后 你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团队 给你 哦很棒啊 当然很棒啊 怎么会不好 佛心公司 这是丑烂问题 我还能说不好 那下面打救我 可是你开聊天的时候 开聊天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应该说跟我之前 习惯的产业 做对比好了 就是不要不要这么 不要那么虚伪 我们就直接说那个对比 我觉得那个对比 一个很明显的是 我以前也广 也算广义的在做内容 但现在内容 我觉得差异最大 就刚刚讲的对象 不一样之外 我觉得是我以前的产业 会让我觉得一直在防守 就是你会一直处于一个 很被动防守的姿态 然后大家都蛮辛苦的 就是 啊时代来了 我们就是会被冲走 然后我们要怎么 不被冲了久 那你还是会被冲走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感受很很可怕 然后我还记得 我当时我在杂志社的时候 我们在做专题 然后我待在那个杂志社 他比较 比较hardcore一点 都喜欢做一些比较硬的题目 然后就当时有做一个 有点像是 回顾近年的那个 文化产业的状况 然后就去调文化部的 的资料出来看 然后 我别人在那边看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真的要在这边上班吗 你就看那个产子 不停的在 不停的在往下掉 不停的在往下掉 这就是很残酷的现实 然后像即便是最近 台北书展刚办 就是他们就说 就是人很多 人有很多 但其实 据我打听 据我听说的 就是实际上 卖出去的销量 也并没有那么好 然后这几年都 每年都在喊出版喊动 就是一年 就是一年比一年更喊动 那 这个当然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 就是当这个产业 一直在萎缩的时候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力 就你做什么好像都帮助不大 嗯 但反过来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感觉 我个人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直会有一种进攻感 哦 对 我们比较进攻 有的时候进攻太多了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顺便分享 就是 因为我在公司的角色 就是我就是好好的承担这个油门 嗯 那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油门 那我会请陈祥 我会请大家 就是你们就是 可以很认真地当刹车 我不会因为你们就是踩了刹车 然后就 我就会觉得说 你们好烦 就我不会这样子 但是我会一直 要push这件事情要前进 因为只要一步前进 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后退 嗯 可是你们基于你们的执行现实 或什么 你们就让我知道说 哎 这个东西现在真的是不可行 那我把它排到什么地方去 慢慢做 我觉得哦好 那我的油门是有慢慢的在往前进的 其实这样就好了 好 对对对 真的你们是真的可以 很认真的拒绝我 这是完全没有没有关系的 我跟陈翔的对话都会这样 就看起来别人会觉得说 哇你们两个在吵架 我就说没有 我们两个在扮演好我们的角色 我们在做好我们的工作 但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说 这边一个很明显的感觉是 你在进攻的同时 你回馈感是很快的 就是在新媒体的产业 就是 就很现实啊 就是流量就是这样 隔天你就知道了 对隔天你就知道 他做得好还是做不好 就顶多一个月两个月 可是你在传统产业里面 这个传统媒 就是我以前带了可能出版相关的 这个东西你是很难知道 我在做每一件事情到底成效如何 他追踪很难 对啊 所以在这边 会有些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吧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量体很大 然后他也会常常让我想到 很多很有趣的事 就是我以前受了训练 就会常常 这边可能要得罪人 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吧 训练就会告诉你说 不要有刻板印象嘛 就是不要把所有事情 都当成是那么理所当然 一定有例外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可是回到我们后台数据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时候真的好残酷 就是刻板印象就是有人买 就是有人买蛋 然后农场标大就是爱 大家都在骂 大家都还是喜欢 我当然会面临这个觉得 可是在下缩图跟缩图标题的时候 你就是要知道 刻板印象还是很明确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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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残酷 刻板印象就是集体 就是智慧啊 对啊 它基本上就是内化的智慧 嗯 但你来自一七七 应该有一个很大的目的 也是要养活自己是吧 对啊 嗯 但你在养活自己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还想要从事创作 是不是很困难 因为自己是应该办的时间炸干 对 我觉得会有这个 这个两难啊 我觉得不会 我有听说过一些朋友 他们就会很有信心 我就说 我都不知道你信心从哪来的 就是很有信心的说 所以我出来上班之后 我还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写啊什么的 太强了吧 对 你可能是天才 但我不是 我觉得认知自己的天分 还是蛮重要的 对 而且我疏难想像就是 应该说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想要什么 跟我每个阶段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吧 就是我不会那么天真的觉得我在这边上班的时候 呃 你拿了 拿了这个好处 你连坏处都不会承担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就是我现在进来之后 我当然 我能够读书的时间变很少 然后我能够写作的时间当然也变少 但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就知道的事啊 这个东西突然让我想到了 一个很容易 就是这些宅宅圈的事情 反正就是 任何有个游戏叫做大乱斗 然后大乱斗是游戏史诗级的作品 他之所以史诗是因为他收集了非常多角色 然后把它混在一起打架 可是你要能够把这个角色发挥的活灵活现 然后不同的世界观集在一起 遇到之后他们会有一些讨论的对话 都要有彩蛋感 这件事情很难 他需要仰赖制作人很大量的玩游戏 那这个制作人他最疯狂的地方就是 他在做任天堂大乱斗的过程当中 他还保持着每个月疯狂的玩游戏 好难喔 这个真的好厉害 你刚刚一讲的时候才突然想到 对以前我就只是觉得他很厉害 现在就觉得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对啊 而且你上班在写游戏 你下班还要玩游戏 而且他的内化程度是 你去听他的任何的直播或他的写稿 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没有在准备 他就是直接说 我来聊跟你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哪里好 就像你刚刚已经可以去看到那个 这个人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他就说这个游戏他在哪边缠出了什么样子 所以他很巧妙的把它躲过去了 啪啪啪啪 开始讲一大串 但这个就他玩很多 然后他还要做一个史诗节游戏 不能落散的游戏 对啊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所谓把兴趣当工作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真的很痛苦 就是我以前在当编辑的时候 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很多新书 都以前就哇 好爽喔 福利欸 每个月都会免费看书 我后来觉得我下班根本不可能看书 我上班已经看够多了 就像我现在在这边上班之后 我下班不能看YouTube 下班根本不想看YouTube 那你下班看书 我现在看什么 我在看Netflix吧 就我反而会去看其他的东西 我现在反而就是一直看 我现在好像就是觉得不行我要更认真的知道说大家在做什么 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比以前更强烈的觉得那个竞争的压力反而上来 虽然我们会变得很大 但我现在反而觉得你在这个位置你更前进 你就会不会冲得更走 所以就更认真的在看 这个东西很好 我现在会可以一直乱点不同的东西在那边看他怎么做影片 好交给志祺 好 那行我当刹车 可以了 分工 对对对对 讲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当刹车应该会当得很赖 但我最后想要问一个 那你之后还有剧想要写作吗 当然有啊 就是对啊 我在这边 应该说 我人生的终极 Endgame 还是希望有足够的钱 然后让我比较专心的写作 或者研究 好啦 那今天很谢谢我们这个小说家关姐 愿意上节目来聊聊 那我们之后呢 也会加入这个羊羊编辑 一起来聊聊省事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或是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任何鼓励的话 那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掰掰 拜拜